1984年 风流才子唐博虎 以别出心裁的动画片头 开启跨时代的崭新篇章 勇敢创新的杨丽华 不只保留了传统歌仔戏的精髓 更发挥创意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哼 管你什么不念工啊 大面点点无条关小鸭 生意好欢迎啊 杨丽华出演的歌仔戏高达一百四十几部 步步精彩排案叫绝 在传系类歌仔戏《年庚瑶新传》当中 办起清朝抚远大将军年庚瑶 少年时期的调皮捣蛋活灵活现 更直接把活生生的鸟儿放到肩膀上 在1984年的花月正春风中 突发奇想 找了一只老虎到现场对系 它的勇敢与创意 带给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新鲜感 却也让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 跟动物一起拍的时候 它当然一方面又展现了很非常的自然的 跟动物很和谐的友善的演出表演 但是私下当然也有一点害怕 导演他把制作主理找这些真正的老虎来 然后要怎么避法 然后我们当然会配合整个的剧情 因为老虎不是不一定全部听我们的 所以也非常小心地处理才比较安全 我本是小命中华 古人独起是少不孤单 2019年台式播出的电视歌仔戏中校结议 再度将电视歌仔戏推上八点档 同时挑战观众的眼球革命 歌仔戏就是CP组合 大家就是看男女主角 女主角是只鹅 你知道那只鹅要怎么表现吗 它必须要跟我会有对话 然后会跟我会有互动 我头只要我的眼神在哪里 它的头就要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次最难应该还是在虚拟生物 因为虚拟生物其实是 你要把一个3D的动物放在跟撕拍的角色做一个结合的时候 那个表演是最难的 它过去的鸭屏 如果要放就不放了 很非 它现在就依这个科学电脑 再去准准做 准准做 做到我还一千里做 很多观众 常常在看 说有什么 现在都每天有在播出 播到给观众 永远就不能买他的歌语 所以我希望说 在我们台湾这个歌语不可以抹 这个歌语这样是我们的传统 除了巨木特效推陈初心 中校结议的主题曲 也由杨丽花亲自出马 邀请歌坛天王肖敬腾 和天后阿令现场 中校结议没有 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了 对不对 也是要继续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 爱好伴隐的人 都来支持 台试60年由杨丽花担任艺术总监 陈雅兰制作的大戏 嘉庆君游台湾 戏剧创新处除用心 手机就使用三百多颗特效镜头 结合卡曼 不断地为传统戏曲增加新的火花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进步嘛 我们就要利用电脑来做 像我过去 要打的时机 要打时机 要打到时机 要打到时机 我们没法打到时机 我们现在利用电脑来做 比起现状法还比较漂亮 还比较方便 是真的要花钱多 所以这个花钱 就也是要聚好 是 我的一向就是说 如果没很好的日子 没打到很精华 都不如不通 我们就有八厚的日子 再继续出来打 如果没有 有目共睹 应该观众都知道 我会去北斩 没过很新 没过很好的日子 我一定没推出 亚兰应该 有法度借我的饭 是说 我常常这句话也说 少年份 少年份 继续再打我们 加庆军由台湾 这个戏是真创新 鱼儿里面 比较什么都会有 有笑话 但是这个故事 是应酸了什么 一般创新 有笑话 去落 爱落 都会有 不只创新 为了传承 杨丽花更在1981年 开办台湾第一个 歌仔系演员训练班 对外公开招考 首期学生 有记例如潘丽丽等人 不怒而微的杨丽花 严教身教 带领更多人走进歌仔系的世界 他是一种有爱心的教导 除非说事后 你真的犯了不可原谅的错 他才会发脾气 那其实很少了 40年前 他就想要把歌仔系传下去 不然他为什么要招生 不然就没有我们第一批的学员 然后再来五年后第二批的学员 再来再三年后又第三批 他就是想要这样子的传承下去 只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其实我不能说歌仔系断成了 但是确实跟年轻人是有一段距离 因为你电视上没有推广的话 就是越来越少人看见 开班授课马不停蹄 一辈子和歌仔系都密不可分的杨丽花 看着歌仔系文化 逐渐失去往日光环 忧心出现人才断层 于是2017年 指办我是杨丽花接班人 全台海选 参赛选手依寻鼓礼 向杨丽花跪地拜师 感动画面 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这一次学生他们能力很强 这一次故意到北中南去 第一让观众认识他们 第二让观众肯定他们的才华 没有人抱我先抱 一份深深的拥抱 是一种传承 也是一种运续 歌仔系国宝杨丽花 誓言将歌仔系文化流传下去 她说她活到几岁都是要为歌仔系而活 将歌仔系视为一辈子的责任 杨丽花总说自己就等于歌仔系 在传统与创新兼具的同时 贡献传承是她一辈子的使命 过去杨丽花歌仔系推出总是轰动全台 许多人都经历过贾奔沛寡语的回忆 至今仍有无数死忠的粉丝 继续支持杨丽花歌仔系 从1966年开始 一直到2019年初步估算 杨丽花在台式演过的电视歌仔系 超过140出 她说她这一生从未离开台式 从台式开播 她就与台式形影不离 一直到台式60周年 杨丽花担任嘉庆军游台湾的艺术总监 继续陪着子弟兵陈亚兰 在台式推出创新的电视歌仔系作品 对于全台湾的观众而言 杨丽花就是台湾电视歌仔系的活历史 台式60璀璨年代 带您看见台湾电视史的一页传奇与经典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